为期11天的茶叶博览会热闹登场风光闭幕 闭幕典礼由县长李明珍主持 活动安排多项精彩的原住民舞蹈表演节目 县长李明珍表示 今年茶博会为南投县带来莫大商机 11天的整个活动带来了将近60万人的人次来参观 同时我们的销售金额也将达到8500多万 比去年成长了将近2500万 给我们南投县带来很大的商机 那么明年第11届 我想针对今年所办的一些缺点 我们会再来检讨改进 闭幕典礼嘉宾云集 包括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及议员曾正言张家哲都到场观礼 县议员曾正言肯定今年的茶博 增加了接驳车带来交通的便利 保守估计有超了8千多万的收集 用说缔造家机 一年比一年更好 今年的有点就是 我们的任管党有很用心 有办接驳车过世时过期缩无 日后希望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乡亲 好好把我们的地美国家新销 让我们的地美的舞台 可以更加花光 花亮 县议员张家哲肯定每个滩区 都缔造了很好的业绩 不管是游客或滩商 都很满意今年的茶博 也这样各地都认识南投的好茶 在这个十一天的过程当中 屡创新刚好 不管是来的这个人事 或者是每一个摊贩创造出的这个业绩 我想大家都心满意足 然后尤其来到我们南投 参与这一次世界博览会的每一个民众 我想应该会记忆非常的游身 不管到了这个黄金品名馆 或者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茶区 我想每一摊都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 就是透过这样子一个共同展售的部分 让更多的茶农茶商 他们的好茶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2019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风光闭幕 缔造了8500多万元的家机 同时县府也将针对今年的缺失 进行检讨改善 期待茶博一年比一年更好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